一般来讲在新嫂的世界里面 必须说 其实应该是你被害人 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敢不敢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状况都是 被害人他一直在隐忍 隐忍这种状况久了 就会变成是他可能会形成一种习惯 其实我当律师这么久 很常看到老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 是会害怕的 他会觉得说 我可能在这个公司里面还要待一阵子 因为我可能这个业界很小 那如果我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话 我可能会被封杀 相信我 其实我很少看到 就是说一个员工在这间公司工作 那如果他离职之后会被业界封杀 这种状况不太常见 职业诊所帮人资伙伴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我是节目制作机主持人Pola 这期来到雇主品牌的单元 时间交给这期主持人Sherry 哈喽大家好 我是104职丫登索客座主持人Sherry 目前也是104人资协理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 性贫修法后 企业不能不做 员工不可不知的这一题 MeToo的这个风潮带动后 加速政府修订了性贫三法 其中又以性别平等工作法 对于企业人资管理实务上有明显的影响 而新智推行到现在 不知大家做得如何呢 今天这个主题 其实不只要帮助企业跟人资 来掌握这些修法的重点跟实务的做法 也要让在职场工作者 企业的这些员工们了解自身的权益 这么专业的主题 我当然要请到非常专业的 圣伦法律事务所的陈居卫律师 那目前呢也是北市劳动局的咨询律师 中华人资管理协会劳动法令的讲师 但我想我这介绍应该还不够完整 还是请律师自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哈喽律师 嗨雪莉 其实每次到自我介绍这个流程 就是我最尴尬的时间 怎么会 坦白说我不太会自我介绍 那我简单说一下我的那个经历就好了 我从当律师开始到现在大概12年 那有大约七八成的时间都是在做劳动法令相关的议题 那其中当然也包含就是性工法的这个部分 所以今天有这个荣幸 这边跟大家交流分享一下就是性工法修正之后 我目前自己看过或处理过的一些争议状况 那希望对大家能有些帮助 所以真的听得出来 律师在这个领域上应该相对的有经验 不过那个律师其实看起来蛮年轻的 对不对 你说你好像有十几年在法令上的经验 就在做律师的经验 但这些都是假象啊 就是我们看起来只是外表年轻 你病都坏光了 但很专业 没有 好好律师的焦点跟我不一样 好但没关系 赶快呢 我来今天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一次呢 性别平等工作法的修法 这个跟原来的法令上有比较差异大的地方吗 有哪些重点不同啊 我想就请陈律师来跟我们做点分享 其实他差异的地方蛮多的 但是以我目前跟企业还有劳工 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真的差异比较大 在执行上来说的话 第一个我所看的应该是调查程序 以前的调查程序其实没有到这么的严谨 那这次在修正的时候 在调查程序当中 他有分成内部调查程序跟外部调查程序 尤其是外部调查程序 它是一个全新的制度 以前我们在调查程序内部走完之后 劳工顶多去做一只神父 那其实是没有外部调查程序的 那现在来讲的话是有外部调查程序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影响最大的 所以就是外部程序这一段 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甚至以前是没有这一段的 对以前没有 OK好 这个部分等一下律师你会多聊一点吗 对不对 这个部分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我必须很坦白说 我自己也没有去参与过外部调查程序 就是地方政府的调查的流程 我目前还没有参与过 我目前参与过最多的是企业的调查流程 就是内部如果出现了这样子的 跟性供相关的这个争议的时候 需要有一些像committee的这样委员的组成 可能会邀请像律师你去参加这样子 对对对对 因为他在人数上面 如果你公司的人数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就必须要外部调查程序在里面 那我通常都是担任这种角色 但是刚刚律师提到这个外部调查程序 是以前没有的 所以可以想见应该是说 为了要确保这件事情的落实 还有这个执行 所以才会增加这个外部调查吧 我在想 对没错 所以可能是以前 企业内部可能也没这么落实 然后又加上没有外部这个机制 大家就很容易百怕死掉 喝泄掉了 但是因为现在有多了这个外部调查程序 让企业的这个内部的程序一定要走 对应该说以前我们在处理这种 内部调查程序的不落实 我们大概都是走性供法三条第二项 那就是一个采法而已 那那个采法之后的话 性供法当中 其实没有针对性供法的调查的部分 在做double的一个check 对 所以如果内部没有好好做这件事情 外部就会介入了 对没错 OK 我想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完全闪不了 完全闪不了 跟以前可能还有一些闪躲空间是不太一样的 接着呢 第二个再往来看的话是留职庭信 留职庭信这件事情是说 如果今天发现就是疑似情节重大了 那属实的程度比较高 那在调查结束之前 公司可以对这个行为人 暂时留职庭信 这个其实对劳工的工作权 跟他的薪资收入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就是在调查的过程 如果又拖比较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先让这一位可能是 所谓有可能的所谓的加害人 或是被申诉者 他先做留职庭信的这个部分 对没错 其实因为我们的那个时间 来讲的话 目前法律的规定是 标准是两个月嘛 那必要使得延长一个月嘛 那其实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其实是有点有趣的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 在性供法的规定里面 就是应该要做立即纠正的补救措施 那其中就包含就是空间上跟业务上的隔离 那是不是还有必要去对行为者或是被申诉人 做留职庭信的这个惩处 对我来讲可能是比较有趣的 当然法律有规定 后面调查如果不成立的话 那公司要补 补偿 对 补这段时间的薪水给人家 不过其实这对劳工来讲伤害蛮大的 对 如果真的不是事实的话 又被留庭 然后这个感受上一定也非常的不好 对啊 因为我们要做外部调查专家 其实我们律师要去受训 那在受训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前辈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这次的性供法都是针对于 就是申诉者的保护 包含我们刚刚讲的外部申诉管道 那请问被申诉人 如果调查不成立的话 有什么样的申诉管道 或者说今天被申诉人 他调查被认定性骚扰成立了 那他有什么申诉救济管道 如果他自己觉得是有冤的这些的 他其实外部调查管道的部分 只有针对申诉人不满的时候 他才可以到外部去 但是被申诉人 如果他认为说这是公司认定上的错误 那我可不可以寻求外部救济管道 目前是没有的 那这样子其实 这个权益上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了 有一点点失衡 但是因为我必须说 就是我们每次在修正法律的时候 都是一种钟摆式的修正 有可能就是说之后 只能在运行上面被申诉人被冤枉的次数比较多了 可能就会带来修正 就是会持续修正我们的法令 对对对法令不可能是一触而及 还有吗 还有没有其他要在 第三个的话可能就是最高负责人吧 最高负责人的部分 他有行政法缓的加重跟 惩罚性损还赔偿金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一般在看 就是说在公司内部如果发生就是性嫂事件的话 所有的制度都很容易失灵 就会发生在一种情况就是说最高负责人或是未高权重的人 没有人敢去调查他 这是的确会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所以针对于就是未高权重最高负责人这类的部分 他第一个设计是我可以直接寻外部救济管道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查证属实的部分的话 那可能就是行政法缓还有就是损害负责的部分会加重 我想过往大家在实务上很难针对最高负责人 因为他就是有权势上的优势 对于这些劳工或是基层的员工来讲 的确比较难去抗衡 所以在这次的法定上的修订 我想也是为了要保障劳工的这个部分的权益 然后也强化雇主要有认知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这样子 那谢谢律师刚刚有分享的这些重点 但是依照您前面所提的这些新的这个修法 那企业或人资要怎么来遵守这些新的法规 怎么来预防或避免企业内的主管 还有人员来违法呢 我觉得第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宣导 教育教育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劳动部在他的powerpoint里面有去提到 就是说他有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流程 那其实事前这个流程来说的话 就是跟大家说明什么叫新骚 那性骚的部分来讲不要去踩那个红线 第二个就是说跟大家说有相关的惩戒办法 跟申诉救济管道 所以这些事情你应该要跟大家讲的事情 那大家去有这样的一个法治观念之后 其实一般人比较不会以身设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事情发生之后 第一个就是说三条第二项就是说 你要做立即纠正补救的措施 所以第一个要展开调查 那调查的部分来说 他就看公司的规模跟人数 他有不同的调查的规范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把它做业务上的隔离 那空间上的隔离 那再来的话 事实提供相关的一些资讯 辅导 资商等等的去协助被害人的这个情况 第三个就是事后 事后就是说 我们要去检讨 为什么会发生这类型的情形 因为其实性骚扰的部分 他在定义上也是属于就是职场不法遣害的一种 所以只安慰人员必须针对以前的这些流程 或是作业规范去做一些检讨 避免像类似的情况在发生 不过以HR来说 其实以现阶段最重要应该就第一个跟第二个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宣导 要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那第二个就是说 调查程序绝对不要就是偷金减料 这个绝对会被罚 像我们所长 他是新竹县的旧企会委员 他自己也在跟我分享 他们在旧企受理这些新公法的案件的当中 大概蛮多的 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在讲 第13条的第二项 公司没有做调查程序 或调查程序上面有瑕疵或欠缺 这个其实是最容易被处罚的地方 那律师其实刚刚讲到了非常多的重点 而且从这个前中后来跟我们说明 而刚刚我好像也提到程序上要很多注意的事项 这个程序的部分 可不可以再帮我们介绍稍微再清楚一点 调查程序来说的话 其实你目前来说 就会看你的是人数的问题 那当你人数规模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你的处理小组跟调查小组是可以同意的 没有分得那么严格 但当你人数过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印象都是30个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处理跟调查小组就要分开 那但是30个人的话 你的调查小组的部分 只要注意就是性别别利 跟具有性专业意识的就可以了 但是不用到外部调查专家 但如果是今天达到100人以上 那就要外部调查专家参与 这个状况来讲的话就要很清楚 就是说调查专家这边只是协助做调查 那开立一个报告之后 就要再移到处理小组那边去做决议 所以这整个流程是不能跳的 一旦跳的部分来讲 以法律人来说 我是不是很清楚 现在他如果这个程序如果跳掉 会不会影响法院 或是外部的处理单位 认为这样子不符合程序 然后认为他的调查结果是违法 然后废弃掉 是有这种风险存在的 所以在调查的时候要注意这件事情 而且调查的时候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保密 对一定是要保密 让当事人比较安心一点 对保密是双向性的 就是你对于申诉人要保密 对被申诉人要保密 因为我之前曾经也看过在新竹 有一个被申诉人 他就来告公司 他认为说公司没有进到保密义 造成他在公司里面的迷迷受到回损 来告公司求长200多万 当然了他那个案子是败诉 所以的确会有这样的风险 所以保密是第一个 所以像我们去参加外部调查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签保密协议书 这第一个问题 对做这样子相关的 这个调查程序的过程 都是需要签这个保密同意书 对保密的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公正性 还有就是你在调查过程当中 一些的言辞 你可能自己要注意一下 等于还没有判定之前 可能在用词上面要中心一点 是这个意思吗 对而且尽量避免去检讨被害人 对我们之前有看过一些 检讨被害人的案子 然后最贡献辨识主 对不太好 这个都是一些很小的地方 但是要注意 免得在执行的过程 对不对 还引申更多的 这些其他的问题 对对对对 而且调查的时候 你如果你有访谈人证 或申诉人 被申诉人的话 最好都是 经常他同意录个音 然后把调查的会议记录写完 之后给他签名做个确认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曾经有个案子在台中刚做完调查 就被台中市姓品会叫去做说明 那说明的过程当中 他就会检视我们所有的调查资讯 那因为我是调查的主要负责的人 所以我要到到现场主意去跟他们说明我们怎么做调查的 OK所以刚刚我觉得律师讲的很重要是如果今天在做调查访谈的过程最好有录音 但是对方是要窒息的 对 然后呢 最后呢 录音的整个内容也要让他同意签名这样子 这样对双方是比较有保障的了 好 那谢谢律师跟我们回馈的这些资讯 我想在实务上呢 在我们真的要执行或遇到这些 有关于性供相关的这些调查程序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那再来我想要再从一个角度来思考的是说 今天有可能不管是企业或个人 大家其实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性骚扰或性别歧视相关的情况发生 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办 我想要从如果今天受害人是一般的员工 那我们就来假设有一位叫Lily好了 那如果说他今天遇到他的主管 他叫Ben 他在下班的时候呢 跟他玩玩玩讨论公事的时候 会在言语上赞许他服装好看啊 很适合他的这个身材 而且呢有意无意之间都会去碰触他的这个手啊或肩膀 那这个部分呢 比较明显是上班的时候 其实不会有这个情况 可是只要是下班 只有跟他玩玩的时候 就有这样子的一些言语或这个肢体的这个行为产生 这个部分Lily其实是觉得不太舒服的 这种情况 他是可以提出这个相关的申诉吗 我先说明第一个问题 其实只要你当你觉得不舒服你都可以申诉 就是如果当事人有不舒服的感受的时候 你不用自己预做判断跟标准 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不舒服 但是他会不会构成法律上所谓的性嫂这件事情 其实还会看综合很多事情去做评估跟判断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不要去申诉 什么时候都可以进行申诉 只是说如果他要进行申诉的话 可能他要准备一些事情 就是人事实地物 因为必须说这会有一个我们要去调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看断他构不构成性骚 就必须说你要提出证据来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对你做什么事情 有哪一些人证跟物证 重点在人证跟物证 那这个人证跟物证的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包含就是跟被申诉人或行为人的 LINE的对话 文字的往来或是录音 都是可以拿来当做人证据的 那当然目前法院实务上 还是有看到一些可能会去拿 就是他的诊断证明书 就是说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他觉得不舒服 造成他的心理压力产生一些恐慌 然后他去看相关的身心科 这个也可以当做是一个佐证 但他直接证明的程度比较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的证据来讲 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这个题目啊出的蛮有趣的 这个题目的话加了一个就是说下班时 下班时的部分的话在以前来说 其实在性工法修正前 下班的这个时间段 是不是雇主要去处理的 其实是有争议的 以前好像不是 对以前应该说有争议 那这一次的修法当中 他是说下班的连续性的行为 这种下班时的连续性的行为的话 他会认为说是一个职场的一个延伸 那但是这个下班他还要在讨论公司 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说 他这个部分应该还是属于 就是职场性上的一个规范的范畴 还是属于在制用性工法 而不会跑到性工法去 所以刚刚律师有提醒 其实因为他属于虽然是下班了 可是他有可能是连续性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呢 就算是在职场工作的延伸 所以在这一次的修法后 比较明白明确的话 他就会适用到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 对对对对 所以他也可以跟企业申诉这个部分 没有错 去提出来 只是刚刚我想律师讲得非常好 其实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想当事人自己要有一些准备 就是不管是刚刚说的人证物证啊 甚至如果你有去看医生的这些部分 都可以当作一些证据 这个到时候在做申诉的时候 可以去提供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对我们法律人来讲 很多都是看证据 那我们又离居俗宴嘛 举证之所在 白属之所在 如果今天没有人证 没有无诊 那其实我们要去怎么相信这个事情 甚至曾经存在过的 就非常的困难 对所以一切都看证据 怎么样的这个揭露 最后的结果跟这个影响性 是非常大的这样子 那然后这个题目里面 又有两个行为 让我来看是非常有趣的 第一个就是说 站上他的服装好看 适合他的身材 那同时有意义会碰触他的手或肩膀 其实我们在做性骚扰的判断的时候 其实目前法院比较常用 可能就是三个标准 第一个是说 这个行为跟性有关系 第二个 这个行为可能是一般人不太能接受的 第三个 这个行为是相对人 就是被害人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会去看说 诶 夸服装好看 这个可能到这边 我比较不会认定他是 不过如果贴近到他的身材的话 他可能就跟性有关了 所以有这个主观跟客观的 这样子都要来一起思考 到底是不是有可能踩过线了 这样子 对因为我最近参与一个调查 也蛮有趣的 他是一个保全人员 在员工下班的时候 跟那个员工说 下班了 这样被申诉性骚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应该是从 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有觉得 有一点被侵犯 可是其他人听起来是正常 没有问题的 对因为那个申诉人 他觉得说 我都已经从你前面经过了 那然后你在我背后突然叫我 然后我回头一看的时候 你就盯着我看 那感觉到不舒服 对那他就觉得说 这种不舒服让他感觉到害怕 那他认为这是一种性骚扰 可是我想再延伸问一下 如果刚刚说的这个情境 如果只是一次性 他没有连续性 应该也不会这个构成 性骚扰其实我们不讨论 连续性这个问题 连续性的话 我们会放在脂肪霸凌里面 那如果是性骚扰部分的话 只要单一次 他可能就会构成 所以他可能就会提出来这样子 对 但是刚刚也听到是说 可能在这个深处调查过程 可能还是会去判定说 到底这个是主观跟客观的 感受这件事情 是不是属于有这种性骚扰 或是不当的这个部分 客观以法律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叫做合理被害人的角度 就是一般人在这种状况下 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可是一般人 我们必须很坦白讲 都是看法官或是调查委员的价值观 这个组成的这些成员 他们本身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可能也跟调查委员会 申诉小组的组成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 所以这次修法当中才会说 我们有那个性别上的要求 就是性别的话是指 好像是女性的 至少二分之一 女性要二分之一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曾经就有一个申诉者问我 他是男生 他说那我可不可以要求 就是男生至少二分之一 我说抱歉 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法规的要求是 女性至少二分之一 但是没有说男性至少二分之一 但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是调查组一比一嘛 我们就是各到二分之一 这样就好了 对 其实实务实情上 我们可以让他尽量就二分之一 各二分之一 这样子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对 我想延伸刚刚Lily这一题 假设今天Lily 她其实不想要正式提出申诉 因为这位可能Benz就是她的主管 她想说 如果还要继续在这边工作的话 她如果今天提出来可能对于她而言长眼来看 在这个公司可能就会有一些些 这个尴尬的地方 所以她不太想提出来这个申诉 那假设人资就是我Sherry 我知道了 其实Lily有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可以当作没这件事吗 反正她也不想提出来 这是可以的吗 我可以回避这件事吗 当然是不行 应该在旧法年代就是不行了 因为其实雇主的处理的义务 是从窒息就开始了 从窒息就要有些行为动作出来 对对对 甚至这个窒息来说的话 应该是包含不特定人的申诉都算 我们讲白一点就是黑寒 那黑寒的部分如果她有指涉到特定的人事实地物 那其实公司就应该要做初步的确认 所以其实在修法之后 她有很明显的去分成两个渠道 一个就是说员工要申诉 一个员工不申诉 在不申诉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当时在修法的过程当中 就有一些先进在批评 为什么要让员工去选择要不要申诉 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立法 她说这种东西就是应该要根据她 你让员工去做这种选择的时候 员工当然就会害怕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她认为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立法 但我可以理解 因为刚刚像薛宇说的嘛 因为可能还要再跟这个主管共事 如果她的性骚程度 不达到可以fire她的程度 那我可能之后过个几年 过一阵子还是会跟她共事 这是无可回避的事情 可能又发生持续还是发生的 不一定是发生 但是有可能会迎来报复性的打击 那第二个状况就是说 可能申诉的当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她跟她男朋友准备要结婚了 maybe 或许有这种情形 但在这次修法当中 其实劳动部他的修法是说 好那你如果不愿意申诉的话 其实公司还是要去做调查的 他要去厘清楚那个事实 不用像申诉的调查这么的完整 maybe或许 但是如果今天来讲调查的同时 你要去做适当的隔离 也就是说她的工作上面要去做调整 不要让被害者跟加害人 在有共同的一个业务或是空间 让这种状况再发生 那事实的提供她一些咨询 资商 这些管道 大概目前的法律的状况 会去做这两个分流 那所以身为人资 像我们这样的角色 如果真的知道同仁有遇到这样子性骚扰 等等相关的事件 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是不能回避他 我们还是得面对他 对不对 然后进行相关的调查 其实这个程序可能不需要走得这么完整 可是还是要厘清相关的事实 而且要采取相关的 立即纠正补证的这些措施 这些还是要做 对对 因为他看起来是两个事情会去分流 那如果在员工不愿意申诉的这个状况的话 就是应该是侧重在对于 就是被害人的保障 OK就是如果怎么样让他不要 可能继续接触到 或是能够隔离 或是怎么样 道不一定是针对于加害人的惩罚 这些题目对我们 这个不管是企业的HR 或者是在职场的工作者 可能都要很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 延续刚刚这样子的Lily这个角色 在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 对于被害人的保护 有没有更具体的规范 还有一些做法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会对我们在职场的工作者 是比较有保障的 还有没有一些重点 这个我们律师可以再来跟我们谈一下呢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 可能员工都有可能是潜在被害人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就是要去注意什么叫做性骚扰 了解到底什么情况 我就可以认为我可能有被接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不平等的 不OK的对待 对因为对我们来说的话 你要先知道这件事情错的 你才有办法去纠正它 所以像我们最近这几年 大家都很容易明白 可能就是什么黄色消化肢体接触 这东西不行的 可是像刚刚学里有提到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它其实也是一种性嫂 它是一种第一次的性嫂 这个其实也是不行的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不是一个性骚扰 再来的话就是我接下来 可能要去调查的就是过度追求 过度追求这种事情 像以前我们都认为说 追久了这个人就会被你感动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 被你追的那个人 他其实心中产生很多的害怕跟恐惧 可能就真的觉得 这个其实是性骚扰 不在追求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现在性骚扰的形态来说的话 应该大家要先去了解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要去了解公司的制度 因为公司他其实依照 他的人数规模的部分 他都要有相关的办法出来 那些办法的部分 你要去理解 要去哪里做申诉的动作 所以申诉的动作 其实要清楚 第三个就是说 你要去搜集这些资料 那第四个就是说 如果当内部管道失灵的话 你要清楚外部管道 包含劳工局跟法院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是 一般你要先知道自己的权利 第二个你要知道收集证据 第三个你要知道救济渠道 我觉得刚刚律师讲了很重要的一些 就是我们很清楚也了解 这种情况我可能是 被这个所谓的性别不平等的一些对待了 那甚至其实今天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应该要怎么办 我在内部有什么管道 找什么样的窗口 或是怎么样提出相关的证据 然后如果内部的处理 对我们来看 其实没有这么积极 或是有一些没有在处理的情况 我们可能也要可以找到外部的这个管道 外部的管道可以再更具体呢 外部的管道来说的话 一般来讲在性嫂的事件里面 就可以分成就是看法律的规定 但是如果是在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话 就是劳工局 OK 或是当地县市政府的劳工局就可以了 对当地县市政府的劳工局 它就是一个外部救济管道 那再来的话 如果它有涉及到一些跟骚的问题的话 就会到警察局去了 那就更严重 对就会更严重 但是在这个议题的话 我必须说了 其实应该是你被害人 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敢不敢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状况都是 被害人他一直在隐忍 那隐忍这种状况久了 就会变成是他可能会形成一种习惯 那对我来说的话 其实他是很该被鼓励 你要去维护你自己的权利 其实我当律师这么久了 很常看到老公要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时候 是会害怕的 他会觉得说 我可能在这个公司里面还要待一阵子 因为我可能这个业界很小 那如果我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话 我可能会被封杀 相信我 其实我很少看到 就是说一个员工在这间公司工作 那如果他离职之后会被业界封杀 这种状况不太常见 刚刚我觉得律师讲到 为什么会员工真的遇到他不太敢举手去做申诉 的确就像我们刚刚也举一个莉莉的这个例子 他也会担心说这个主管他未来 不管他还是不是他的直属主管 还在公司就会遇到 而且他是主管的这个角色 他一定有比较大的权责 所以多少都会担心 所以通常会选择先忍耐啊 甚至他觉得就算我离职也没关系 我再来提 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比较会看到的 这其实就是蛮可惜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在这个 所谓的性供法的这个修正 其实是想要更鼓励 大家正视自己的权益这件事情 对 因为其实在旧法的时候 就有去说雇主不能因为员工的申诉 或是员工协助其他人申诉 那然后对员工做不利益之处分 那当然啦 讲东西讲 可是当员工被不利益对待的时候 那行政主管机关一旦接获这种情形的话 到底有没有强而有利的作为 我相信就是一般劳工 他也会期待政府会有更多的作为 那现在至少我来看 其实政府的作为比以前多非常的多了 这样子我又有一个延伸想要了解的 有一种情况可能就像刚刚的角色莉莉好了 他真的不敢在他还在职期间去提出来 他今天可能要离职了 甚至已经到新公司了 这时候他才敢去说出这件事情 这时候他还可以向员工师 去提出这样的申诉吗 他都离职咯 可以哦 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这次的修法当中有去提及 就是申诉的那个时间的限制 我们讲的是时效 但那个时效讲的其实是外部调查 内部调查其实是没有时效限制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事务所所录制的一些影片里面 我们去跟大家做区分 就是说其实公司接到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 不管时间过得过久 公司都是要调查 只是说时间过得越久 他当事人提出的人事实地屋的这些证据更少 可能更不容易成立而已 而且可能不容易收集 对 也很不容易收集 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其实可以比较及早的去反应 可能对自己的权益还是比较好的 对吗 对 因为其实有一个人开始带头的时候 整个公司跟职场的文化的氛围才会改变 我想在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法修法之后 其实是真的更重视我们劳工在职场上性别平等的这个权益 那也希望大家不要让这个权益睡着 但我想革命对大家来讲还是有一点点不是这么容易的 我想的确就像刚刚律师提到的一个case两个case之后 可能大家会对这件事情觉得是比较有机会去争取的 差个题外话 就是前总统有一次要出国访谈的时候 有记者就问他说 劳基法做了这么多修正 那可是我还是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一些对待 跟违法的一些对待 那政府怎么去协助这件事情 那其实因为蔡前总统他本身是法律系出身的 他也回答得很坦白 我其实也觉得他讲的完全都没有错 就是说法律我都已经定给你了 权力我也给你了 制度我也给你了 那你不去用 那我怎么办 就是你真的是当事人 你还不去针对你可能遇到的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去提出来 那真的其他也不知道从何帮起这样子 那只能说可能你的同事看不下去 或是你自己匿名去做检举的申诉 好了那你如果真的不敢 你至少走不申诉的那个渠道 就是可能还是可以跟人资等等反应 但是就是不走到正式申诉这样子 那我想至少人资还是需要去面对跟处理 去做一些初步的调查 而且才行一些措施来保护这个当事人 对对对至少让损害不要扣大 哇我想今天听到了好多好多重点 我想配合性别工作平等法的修正 现在如果要能够遵守这个性评法的规范 我想今天律师提到了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调查的程序 而且这个如果内部不好好调查 那个外部的像我们的县市政府 劳工局可能就会来介入了 所以呢大家是不能回避这件事情 或从这个员工的权益来讲 我想我们自己要很清楚 什么可能是性伤劳 然后这些性骚劳的部分呢 如果遇到的我们可以在内部有哪些申诉管道 我们可以去提出来 那也鼓励大家如果真的有遇到 不要一直隐忍 反而会让这个加害人 他越来越习以为常 这个我想对自己的权益也是比较不好的地方 那我想这一些议题 跟我们近年来在这个人资圈 或是职场圈 我们常听到像ESG或DEI 这些就是我们让工作者 对于职场的性别平等的意识 要越来越重视 所以我想企业应该还要更主动去思考 怎么去打造这种性别平等 友善的职场环境 那我想法令这边是一个基础 那我觉得企业应该要更主动积极去做预防 或是打造这样的一个友善环境 让员工能够更安心来愉快的在职场工作 那我相信至少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地遵守这样的法令 那就是打造我们性别平等职场的第一步了 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律师超级专业的分享 还有没有什么要重点补充的 真的要再补充一点的话 就是法律的使用 因为性平三法 它其实有性别平等教育法 性别平等工作法 还有就是性少防治法 其实要先去决定要适用哪个法律 如果是跟校园有关的 那一方是学生 那这个部分来讲就是性别平等教育法 那如果是职场发生的 跟求职者受雇者有关的 性别平等工作法 就是我们今天谈的重点 那如果是这两个以外的 就进入到性少防治法 那其实它走的流程会不太一样 这个先理清楚就好 那其他的部分 判斗标准都是一样的 简单而言 如果我在职场上遇到的 大部分情况 应该都可以适用到性别工作平等法 对吧 对没错 如果在校园遇到的是像律师说到的 性别平等教育法 OK 那其他的就是 性骚扰防治法 OK好 非常感谢律师今天 顺便帮我们把这个性平三法 也做了一点点总结 我们就谢谢律师今天的分享 我们跟听众说再见吧 好 那我们谢谢各位 谢谢 拜拜 大家好 大家再见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心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质押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 再见咯